1942年3月 日军在山东维县设立集中营 关押了美国 英国等 2,800名在华侨民 这些外国人如何度过 集中营雨的艰苦岁月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小球图维县集中营往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拿大等国共2008名在华侨民 其中包括327名儿童 英国人乔伊斯和丈夫约瑟夫 曾同时被关押在维县集中营 但两个人的相遇 却是在几十年以后 乔伊斯的父亲是中国一所培养 传教士学校的校长 他在中国仆人的环绕下长大 尽管爆发了战争 但乔伊斯从来没有为生活担心过 直到他就读的学校被日军占领 1943年3月 乔伊斯一家人同其他乔民们一起 被日本人集中起来 他们只携带了简单的行李 步行前往火车站 1943年4月 第一次在日本人集中 都在买了什么 习近平洋 一群人集中 他们都离开死了 他们的地方 他们都在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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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忘记 他们有我们的 他们都在乱了 這就是我們所發生的 1941年12月7日 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 太平洋戰爭爆發 1日 美國向日本宣戰 12月9日 中國國民政府 正式向德 義 日 宣戰 從此 中國不再獨立對著作戰 中國的塔日戰爭 正式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日子 1942年2月19日 美國總統羅斯福頒發行政命令 前後共有11萬日裔美國人和日本人 被圈禁在美國數個大型機中引領 開始了不知期限的拘留審查 帕米拉西蒙斯 1927年出生於中國湖南 成長於北京 1938年就讀於天津法國修道院學校 帕米拉西蒙斯 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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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仍然記得 被日軍隊的火車站 大家有歌聲反抗的情景 以為 小民進來打算 我們送每一個歌 然後能從那裡 到每一個歌 我們能以為 他們就會心情 很害怕 但已經出現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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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戴爱美的父母却坚信日本不敢对美国开战 放心地将四个孩子留在支付学校到河南传教去了 1942年11月日军控制支付学校 七岁的戴爱美同姐姐哥哥和弟弟 以及全校三百多名师生一起被关押起来 十个月以后支付学校的师生们整体被转移到山东围县 这些孩子们多数与父母分离 他们成为了危险集中营里的小情徒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里就是当年危险集中营的一角 二十世纪四十世纪四十年代 在圣经学校以及医院 教堂富丽堂皇 学校设施齐全 兵营市排列着学生宿舍 餐厅 还有各种别墅群落 1938年日本人占领危险 到1942年乐道院被日军改成了亚洲最大的集中营 有这个则转幸福其当 幸福的正确 幸福是不西意府 现在 消ct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国联系 宇人 我一直在中国的故事 我一直在中国 我做了记录 记录 我继续在北京的历史中心里 特别是在韦汹 历史中心里 经常叫做宫队 1943到1945年 此时 26岁的英国人约瑟夫 在中国生活了几年 已经是一名传教士了 原本在北京学习中文的他 也随同其他英国人一起被压上了 去往威县的火车 在威县上有军队的火车 我们进入了军队 到外面的城市 然后我们到处备 在这框枪 有优优优独立的困属 站在横属队的困属 这是一篇军或是一篇军队的一篇军 是1943年 所以我们正在军场上 这是宪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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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新来的人房间没有分配好 所有人被安排睡在地盘上 第二天早上 他们才吃上集中营里的第一顿饭 操面包和茶水 帕米拉很后悔 在火车上没有珍惜 吃了一半的三明治 早饭后 人们到教堂集中 等待训话 分配住处 安排工作 帕米拉紧紧跟着父亲 来到了西南角的教堂 这是此后几年 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场所 50年以后 帕米拉在书中回忆少年经历 依然清晰地记得 一位在美国读过书的 日本指挥官的英文寻话 在日本人的监控之下 集中营里成立了自制组织 下设住宿组 供应组 医疗组 教学组 纪理组 等九个小组 集中营有三个大厨房 平均每个厨房供应五六百人的食物 日本人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规范 形同监狱的管理模式 对于违反规定的人 会处以严厉惩惩罚 关禁闭 不给吃饭 是最常见的手段 就在小民们慢慢熟悉 集中营生活的同时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亚洲主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 进入战略相识阶段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 抵御日军 巴鲁军和新四军 则停进以后 广泛海诚军阶级战争 创建以后抗日恩军阶 在战争的大背景下 人们的境遇总是惊人的相同 维宪集中营中 两千多人的松散人群 原本有不同的国籍和信仰 在不同的教育体系里学习 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但是高墙之内 他们紧密团结 自食其力 开始了自治管理 开始了自治管理 和美国人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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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嚴重的努力 你從哪個國家來的 你從哪兒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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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在一起 我們把那兒去清理 我們就得到了 趴米拉的工作 是在醫院的廚房做飯 他需要在早飯前一小時 到達工作崗位 此時廚房的火已經生好 集中營裡最好的食物 都留給老人 小孩和病人 在冬季時 我會醒來在我的醫院 然後有半一匙的水 在我的水上 那是我的醫院的冷靜 我沒辦法洗顔 我沒辦法做任何事 我會進去我的衣服 我會進去我的衣服 然後我會進去 然後我會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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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我會 我會因為我 因為我沒有 因為我沒有 在日本人 counting我的頭 在我的 摩擦 在我身上 我沒有要去 工作 我沒有要去 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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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時刻 戴艾美回憶 集中營的生活更像是監獄一樣 看管嚴厲 作息時間也嚴格 孩子們漸漸接受了 每天的點名 報數 因為在這之後 他們就可以排隊去打飯了 現在 人們有不同類型的 桌子和鍋子 有些人只有一盤 你只能夠放在家裡 你只能夠放在家裡 因為日本人沒有採用桌子 或什麼樣的 你可能會吃 燒烤的動物 Gaoliang 一種粗糙的動物 中國人給食物的動物 或綠豆 綠豆的動物 燒烤的動物 與此同時 集中營的攻擊也越來越匱乏 日本人照例每週運來 都是一批食物 但是質量越來越差 習慣了白粥加糖 加奶的孩子們 不得不嚼著粗糧粥 肉更是一個月也難得見到一次 面對惡劣的環境 成年人總是給孩子們最樂觀的一面 精心培養著他們豐盈的精神世界 戴艾美讀書的支付學校 370多名師生是整體被轉移進入 維陷集中營的 老師要孩子們堅信 自己終究會走出集中營 因此學習不能比集中營外面的孩子差 我們會學習 埃里克利迪尔被孩子们称为埃里叔叔,是集中营里最受欢迎的老师,他出生在中国,父母都是传教士,1924年在第八届奥运会上打破了400米世界纪录,获得金牌。 在进入集中营前,41岁的莉迪尔已经在天津当了20年化学老师。 在中国局势混乱之初,莉迪尔就让妻子带着孩子们回到加拿大避难,此时妻子已经怀有身孕。 眼下,他给孩子们带来无尽欢乐,却不曾向人诉说苦闷、绝望和牵挂。 1943年的维线集中营,活下去变得越来越艰难。 大人们的体重直线下降,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来说,没有比饥饿更难熬的。 很快。 我记得你回到我的母亲 once,和我说,我正在饱饱。 她说,我一半个体重的食物我剩下的食物。 so it was about this much of a dry piece of bread with nothing on it at all and she gave it to me and then she started to cry and she said I wish I had something more to give you when you're hungry for a child we used to have to be bribed to eat a bite of food eating the concentration camp fare was no problem at all I was hungry 实际上此时的中国正遭受着日军战火 1943年下半年法西斯州新国正在瓦解 同盟国转入战略反攻 牵扯日军大部分精力的中国正常进入交流状态 中国军民同仇敌海继续奋战 多年的战争让食物极为溃乏 日本人当然不会向违宪集中营的人们 讲述外界的情况 但是他们每周提供的食物配给越来越少 大家不得不自己想办法 于是有人偷偷将衣服 金牙等物品裹好 在里面加上纸条 趁日本看守不注意扔出大墙 很多食道物品的中国人 都会从墙外扔回 比对方要求数目多的食物 对于黑暗的集中营的夜晚 七岁的戴爱美的记忆 只有令人烦躁的磨牙声 呼噜声和小便声 她不知道第二天早餐的鸡蛋 从何而来 十多岁的帕米拉 却会在十点消尽之后 慢慢爬起来 夜里的食物输送最安全 也最频繁 她知道 这是属于乔民 与墙外中国人之间的秘密 那是一个寒冬的早晨 啪的一声枪响 穿透了集中营上空 正在进行西末考试的帕米拉 静叫着冲出教室 父亲告诉他 日本人昨天夜里 抓住了一个来送食物的中国人 决定要拿这个中国人 来警告大家 日本人捕捉了中国人 然后他们死了 他们死了 哦 亲爱的 他肩膀上的肩膀 他们死了 他死了 他们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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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 你知不知道 那是真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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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 这个孩子 经常与大人们一起 为集中营内的难民偷送食物 那天晚上 他踩着大人的肩膀 爬上一大好的木板 两手个体一包食物 像走平衡路的小情人向前挪动 突然 一阵狼狗的狂吠声 和刺耳的枪栓声 日本人发现了他 他猛的一惊 身体失去重心 一声惨叫 栓挡在电网上 瞬间被电击身亡 集中营里的条件 越来越艰苦 失去自由的人们 互助互爱 期待被解救的那一天 然而 面对日军日益严峻的看管 他们究竟能否获得新生 重返家园呢 194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进入最关键的一年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 纳粹德国陷入 两线作战的铁钳池中 中国军队一方面在西南战场 攻克颠西连北的战略要地 几乎全歼顽抗不胜的日军 同时在各根居地 展开局部反攻 向敌后提建 但是高墙之内 外面的战事日军守口如平 中国人的食物输送也越来越困难了 三百多个孩子严重缺钙 营养不良 正在成长的女孩子 甚至出现停经 医生和老师们不得已想到了一个办法 中文字幕提供 okay then they would clean the eggshells and then they would bake them until they were very crispy and then grind them into powder oh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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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ck It tasted so bad they would stand us in a line in front of the door where we would exit the dormitory and you put your tongue out and then they would spoon a spoonful of powdered egg shells on your tongue 每周六是集中营里最热闹的日子 这是日本看守允许集中营的侨民组织活动的时间 利迪儿老师会带领孩子们练习棒球 曲棍球 组织游戏 青年男女则参加合唱或者戏剧社 也常常有舞会 这些海报都是当年的作品 帕米拉最热衷的活动是话剧表演 日本看守偶尔也会前来观看 虽然台下前两台都是日本人 大家也并不担心 因为只有一个指挥官能听懂英文 他们常常开一个绰号金牙的日本看守的玩笑 并称之为精神圣地法 他常常用一刀 他有几个鸢鑫 so we called him Gold Tooth of course and so Gold Tooth was sitting there and he was miserable I mean if he could cut our rations he'd do it just for the fun of it you know and they started to play We'll be glad when you're dead you rascal you bad when you're dead and they sang it's a lovely song and he thought and he jumped up and he jumped up and he jumped up onto the stage and he danced with them and they didn't know that we were asking for him to die 在越來越艱難的等待中 一絲自由的曙光 在1943年9月降臨 在國際紅十字會的主持下 盟國要用戰俘 與日本分批交換被關押的 僑民和俘虜 維憲集中營裡 關乎生死的首批交換名單中 有德高望重的華北神學院院長 賀施 和英國首相丘吉爾 親典的奧運冠軍 埃里克利迪爾 然而 埃里叔叔和賀施院長 都拒絕了交換 他們把機會給了別人 選擇和大多數人 一起留在集中營 1944年 集中營裡生存條件 越來越惡劣 賀施院長因病去世 埃里叔叔也病到了 喬伊斯每天都會去南宿舍 看望他 陪伴他 有一天 埃里叔叔跟他提到了 應該學會放棄 階人 I started to say,Soren, Soren, Soren, and his head went back. And he went into a sort of a fit of trembling all over, and his eyes were closed and his head was back. And I rushed out and got the nurse. And I was crying, of course, waiting outside in the men's ward. And she came out and she shook me by the shoulder. She shook me. And she said,What did he say?What did he say? And I said,He said,Surrender. And she said,Oh. And that is written down in the book about him as his last words were surrender. This is the key for the bomb. And he had a lot of tears. and the fire. And the days of his head, and he transferred in the dead. 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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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ead. The dead. And the dead. And the dead.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志们回复过各种途径 了解外面的变化 高墙内外并非密不透风 供应2000人日常生活 每天都会有运送如此的中国人 进出其中 集中营的人们 请他们帮助传递信息 了解外面的情况 中文字幕提供 在这种方法 1945年7月26日 美英 中三国 共同发表波子坦公告 顿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 战争即将胜利 喜悦出现在每个人的脸上 但就在此时 却发生了意外 中文字幕提供 这就是报警的钟声 是乐队号手报名获得了信息 德国人投降了 可是黑夜里呼啸的风 日本人狂怒的吼叫 戴爱美这样的孩子 也被要求站在操场盘问 暴笔站了出来 他被日本人关起来了 但是境避也不能抑止圣地的来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违线的剩下有些燥热 戴爱美病了 她躺在床上 忽然听到集中营的上空 传来剧烈的轰鸣声 然后我站在床上 然后我看过厕所窗 有这些高飘的美国船 有一个线上的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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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的线上 它有POWs on the wings, 它有一個紅鞋子 on the tail, and I said, they found us, they found us, the more must be over. 經過選拔和訓練的 六名美國官兵和一名中國翻譯, 組成一個因為鴨子行動隊的營救小組, 乘坐轟炸機出現在危險集中營的上空, 美軍隨即實施了空降, 集中營中的人們沸騰了, 他們從更惡方向大門後跑去, 手操作到大聲尖叫, 有人甚至脫下襯衫拼命向空中風。 And suddenly the bomb doors or whatever it is underneath opened and seven puffs of color, seven bundles came out and we thought they maybe were dropping mail, lovely red and green parachutes against the blue sky. and all of a sudden one of the bundles kicked his legs like that and everybody said they are men and they gradually floated down to earth outside the camp. and they were so close. 重獲自由的人們互相拷抱, 引起不知。 許多人正著把空降兵食用的降落散 四場碎片留作紀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76年太原人杨端为收府波州率军南征 从此开启了一段长达700亿年的传奇经历 探索发现下集播出铁血新网路第一集 立业波州